大家好,欢迎到YA Diary 大家知道吗,我最近的书门口诀 换成了口罩手机悠游卡 还有些人想必会加上各种的消毒物品 没有错,在这段期间 我们不但是要时时刻刻戴口罩 还要随时随地想到可以洗手的时候 就要洗手或消毒 那这个时候来一个可以随身系带的洗手灶 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简直棒透啦 我们就马上来开箱今天的DIY材料包吧 我们来看一下材料包里面有什么 这里有低吸湿透明造机 精油 造用色液 纸杯 还有酒瓣棒 以及看起来比一般唇膏还要再壮硕一点的唇膏管 贴纸和它的作明书 那我们就马上来进行今天的DIY吧 好,那首先呢 我们是要把这个唇膏管啊 转到最下面来备用 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管子它可不可以正常的使用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透明的造机啊 放到纸杯里面 再拿到微波炉里面加热融化它 OK 拿出来吧 我们再把这个造用色液和精油全部加到造机里面 搅拌均匀 我现在可以闻到它浓浓的精油味道 OK,那我们搅拌均匀之后呢 就把这个造液倒进去唇膏管里面 OK,好,我们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好,倒屏了 说明书上面写说表面可以喷一点酒精来消除它的气泡 OK,那我们喷一点酒精 紧接下来 我们都弄好了 我们就小心的把它放到旁边 等待它凝固吧 说明书上面写大概放三四个小时凝固之后就可以用了 它这里有附赠几张贴纸可以贴在管壁上面 可是呢,我也想使用我自己的纸胶带来制作 那我们就一起用它的贴纸 一起用我美丽的纸胶带吧 完成啦 这两个是它附送的贴纸 那这三个呢,是我用纸胶带贴出来的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这五管 它们运作是否正常呢 这很紧张哦 因为我看网络上面啊 有人是没有办法转出来的 它是说可以先压一压的关闭 好,现在就是来看一下成果怎么样 可以了 诶,可以 可以 你看到它出来了吗 哦,不错 再来第二支 可以 非常非常好 不过它有附什么其他的颜色吗 没有耶,它这个材料包里面就是这个颜色 绿色是不是 对 其实可惜 很可惜耶,如果它可以多附点颜色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做七支,然后七彩这样子 它应该出这个七彩版 从不出七彩版我一定买 你现在就是转版转版七彩黏 如果你是做七彩的话 对,但它现在是 绿灯 直行 绿灯哦 如果在交通上面来讲的话是好事啊 我觉得 我觉得它会给绿色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干净的feel 因为它是茶醋精油 我在想茶醋精油是不是就是跟绿色比较搭 我自己的想像 茶 大成功耶 很棒耶 其实这样五支都成功 成功那么高啊 对啊 我也蛮开心的 这样我们出去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带一支在身上 哎呦,是不是不错 哎呦 那你做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做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它有点烫 但其实这款还好 我只有在 它要转 它要倒进去的时候 特别的小心一点 其他这个 蛮简单的 很好上手 因为它管子很细啦 其实倒的时候大概就是save一点 好了,那我们做完第一个作品 我觉得 没有很满足 所以我又立刻上网 去买了第二个材料包 就是在他们下面这一盒 我们立刻来看看 接下来是这个 水晶矿石宝石灶 它这里面有冰棒棍 大中小纸杯 还有两包大包的灶机 以及一包小包的灶机 它这个材料包 有两个配色提供选择 一个是鲜度锐拉色 一个是欧若拉色 那我选择的是欧若拉色 好,我们先把这三包灶机 分别倒进小纸杯 还有两个中纸杯里面 先把第一个中纸杯的灶机 微波加热25秒 我们把这第一杯灶机 倒进大纸杯里面 它写说还要再用一个 物体啊 让纸杯呈现 倾斜的样子 好,那我们再把小纸杯的灶机呢 微波15秒 各位,下一个悲剧来了 我把我的紫色灶机 啊,太熟了 烫得要死 我们把金色的放进去之后 静置三分钟 在灶机表面啊 有一层薄膜出现了 就可以加热最后一杯 粉红色的灶机 也是25秒 我们拿出来之后 搅拌10下 搅拌完了 我们把这杯子浮正吧 浮正之后 再把它倒进去 OK,我们放到冰箱冷冻30分钟 好,我们先把它拿出来吧 好,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纸杯撕开 看一下它成果怎么样 你看笑得到多漂亮 这三层真的很漂亮 颜色很分明 就算混到一点点也没有关系 瞎不眼鱼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拿 刀子把它切开 我们把这边看起来比较光滑 或是有这种瑕疵的切口 先把它切干净 那接下来我们就拿保鲜膜 先把它包起来 完成啦 漂亮 太漂亮了 其实它颜色最后完成 比我想的还要厉害很多 我们现在来拆一个 我们拆这个大的好了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 有时候有点害怕 它照片每次都很漂亮 然后自己做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都有 你知道 对 自我图文不符这样子 看看 它有点像果冻 是不是很漂亮 你看 就算你不用 就放在旁边 洗手台上面 就这样放一个 它直接在那边 珠光宝气 你连洗手都可以 这么多珠光宝气呢 所以是要装饰你的厕所吗 这么突然的 让你的厕所变得非常的美丽 我有在想 如果说我有模具的话 我应该可以把它融成 不一样的形式 形状之类的 我们那时候应该把它弄到 什么爱心模 或者是什么熊熊模 它就会有个少熊肥皂 这也是可以 大家如果买这种柴药包 其实可以自己再细想一下 说你可以为它们做出 更多其他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柴药包 以及第二个柴药包里面的金色 混合出来 会变成这样子呢 就是一块浅绿色 透着金光的浅绿色的 其实还蛮好看的 新的宝石 因为做这种东西 它一定 因为我们刚刚还在切 不是切了很多剩下的一些 编角料吗 叫做编角料吗 我们不是还有切下很多小肥皂吗 那些肥皂也不要浪费 它们都可以拿来洗手 也可以再把它融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新的肥皂了 这一颗呢 就是这三颗肥皂 切出来剩下的料 还可以弄成一个这么大的肥皂 里面呢 不但透着金光闪闪 而且还带有茶树精油 大家就是不要浪费 剩下的材料也可以集合成一颗小可爱 但是我先把妆吃 抱歉我先把它收纳好 抱歉我先把它收纳好 各位请等我一下 谁啊你跟谁说话 我跟大家讲一下 虽然大家可能在乎 这也觉得我在等 抱歉 你要排那个C位那个 好稍等我一下喔 我们来排个脸团 就是男团的位置 哦它们还蛮精致的耶 这是自己看的意思吗 抱歉 以上就是我们最近宅在家的DIY小尝试 这种制作方式很简单的小东西呢 真的是大家宅在家的好伙伴 宅在家也不要无趣度过 手做小屋一起做起来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新宅法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喔 也别忘记follow我们的IG 大家下次见 拜拜